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生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的马其顿 长大后在巴黎做时装设计师 然后将作品在美国销售 他以东方与西方的平衡为设计概念 Risto Benbiloski体现出时装无分国界 他将会出席香港华丽售 第一次在亚洲展示他的作品 touches这 REPG1 第一次在香港 我aw'm来设计是一条許 testimon设计的 我会出现于冬季的净室 2012特朗成事 这一切会自白浅主力的人 是趋 自然自然會帶我一向 1992年初 Risto前往巴黎 並入局國際知名的法國藝術學院 Dupré 主手時裝設計 我設計了一種顏色 一種爽量和一種旋風 我設計了一位女人 不需要在野外 但在生活的現代時期 一定是一位女士 能夠感受到 貴重的細節和故事 無論是家鄉還是她的窄根地 都深深影響到Risto的創作 亞洲的新興市場龐大 看到她品牌的發展潛力 香港的新興市場龐大 為我們的公仁之間 iç是最新的社群人 在鎖球中的內容 從天天開始 就場了 這就是 全地的街頭 的地位 會願意 有一些 除非